大简鏟的金槍魚被評為最高峰的金槍魚 原因是大简擁有優良的地理條件 在災難地名特輯中 第一句就是日本天然資源豐富 日本天然資源豐富 但是要得到這些豐富的資源 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所謂天然資源並不是限於石油或天然氣 作為賭國的日本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 排他經濟海域面積達到447萬平方公里 提供環境可以捕獲大量而且優良的海產 就造就了日本的刺身和壽司馳名全世界 看看大简的地理位置 位於本州最北部下北半島的最北端 和對岸的北海道咸館市直手甲隔住一個津興海峽 兩個地方相隔只有17.5公里 中興海峽的東西兩邊分別是太平洋和日本海 這個狹窄的海峽吸引了豐富的魚類 金昌魚在菲律賓西南海壁出發 隨著黑潮游到日本近海 黑潮在沖繩本島以西 大概在九米島附近分為兩條路線北上 一條是太平洋路線 另一條就是日本海路線 金昌魚也隨著黑潮北上 在日本、東、西兩邊回游和北上 到了北海道和青森之間的津興海峽會合 所以途中的各個漁港都可以捕捉到金昌魚 沿著太平洋路線 春季有高資源的大月丁和塞湖 夏季有和歌山縣幾周半島和千葉縣的吊子 秋季有宮城縣的鹽虎 晚秋至冬季有青森縣的大間和北海道的噴火灣 而沿著日本海路線 由冬季至春季有長棋縣的一棋 山口縣的秋 夏季有鳥取縣的景港 新色縣的座道 秋季至冬季有青森縣的森袍和三九 還有北海道的叢前 金昌魚隨著黑潮北上之外 也會在沿途找魚仔作為食物 津興海峽是優良的食物庫 北上的對馬海流其中一部分 會向東流入津興海峽 相反南下的千島海流和北上的黑潮 在津興海峽一帶相撞 三種海流回合滋生了大量浮游生物 加上大間對出的海底起伏不定 進一步助長浮游生物滋生 秋刀魚和北游為捕食這些浮游生物 大量聚集在津興海峽 秋刀魚和北游都是金昌魚喜愛的食物 所以這一帶可以找到不少金昌魚 大間丁位於本州最北部 和最近的火車站JR大臭線下北站有50公里 駕駛的話要用一個小時 交通不算方便 以及是一個人口只有5,000多人的小鎮 不過因為大間的黑金昌魚 令這個地方的名字全遍全日本 亦成為喜愛金昌魚食家憧憬的地方 位於大間丁最北部 亦都是本州最北部的是大間旗 在這裡可以找到參加一條重440公斤的金昌魚 而製成的石碑 大間的漁夫以足條釣的方式釣上來的金昌魚 最高紀錄竟然重達440公斤 是漁夫體重的7倍 令人貪為觀止 所謂竹條釣方式 日文是叫做Yippon Zuri 一般捕魚是用網 效率比較高 一次可以捕捉幾百條以上的魚 但捕捉金昌魚並不適宜用網 要保持魚肉品質的話 竹條釣方式是最佳的方式 但要用不少時間和體力 在大量消費的現代社會 感覺到用這種方式有點格格不入 但大間的漁夫基本上是會用逐條釣方式 稱為Yippon Zuri的逐條釣方式 是大間漁夫用來捕捉黑金昌魚的方式之一 有些人會譯做一竿釣上 但用魚竿是不可能釣重達百多公斤以上的大型魚 漁夫主要用魚絲和電動捲魚絲機 不一定會用魚竿 預期在每年的7月下旬至1月 漁夫通常早上就會乘漁船離開漁港 因應天氣和海面的變化而選擇釣魚的地方 預算並不大 不少漁船上只有漁夫一個人在工作 要釣到金昌魚 需要準備新鮮的魚餌 他們是不會因為假魚餌而上釣 甚至是勾在魚勾上的魚餌 他們都會警戒 不會那麼容易上釣 漁夫通常會預備他們喜歡吃的秋刀魚和北游作為魚餌 最少一天要用50條秋刀魚和50隻北游 這個數目的魚餌其實可以拿去賣而作為收入 當然漁夫是不會買魚餌 一來買的話就會增加成本 二來不容易買到新鮮的魚餌 漁夫一天的工作時間很長 去到十多小時 除了要找獵物的位置外 也要釣魚餌和做準備 到了現代 不少先進設備可以幫助找尋漁群 例如有漁群探測器 但這樣並不代表可以輕易找到金昌魚的蹤影 現在仍然有漁夫依靠經驗和其他線索 例如金昌魚喜歡津興海峽海底起伏 漁夫會去過海底起伏的海面守候 另一個方法就是觀察鳥山 顧名思義海鳥聚集看上去好像一座細山一樣 海鳥會找附近海面的細魚作為獵物 同時金昌魚也會找細魚做獵物 所以出現鳥山的地方可能就會出現金昌魚 當漁船的煙通噴出黑煙的時候 也就是表示金昌魚已經吃到魚餌 漁夫開船準備和金昌魚搏鬥 漁夫會一邊操作漁船 一邊操作電動捲魚絲機 但不會強行收捲魚絲 避免魚絲截斷 也避免金昌魚過分掙扎而影響魚肉品質 找到適當時機 漁夫會利用連在魚絲的放電裝置 以電擊令金昌魚失去反抗能力 然後慢慢將魚身拉上漁船 金昌魚是大型魚 有一定的體溫 在過分掙扎的時候 會令體溫變高 同時也會令乳酸值上升 這兩個原因會造成魚肉品質下降 日本人會叫這個現象叫燒傷 就算強行將金昌魚吊起 如果魚肉有燒傷的話 魚就會一文不值 找到豐州市場拍賣的金昌魚 因為只是放了血和虛脆了內臟 魚肉有沒有燒傷很難從外表來做判斷 拍賣的時候魚尾部分會被切開 可以看到魚尾附近魚肉的橫切面 但魚尾出現燒傷的情況就比較少 而且將金昌魚吊起的時候 就會盡快用冰去做冷凍 這樣也會防止魚尾部分出現燒傷 基本上要將魚身切開之後 才可以查明魚身的魚肉有沒有燒傷 但要切開魚身 就要等拍賣成功投標之後才可以做 但拍賣之後就不能退貨 所以對於參加拍賣的仲舍來說 投得燒傷的金昌魚簡直就是惡夢 貼在魚身上的標籤是重要的線索 標籤會寫著魚船的名字 如果是來自過往曾提供優質金昌魚的魚船 這樣那條金昌魚出現燒傷情況的機會率就比較低 綜合各種線索之後 眾社就會決定投標的價格 要將優質的金昌魚以適當的價格提供給客人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要多得參與其中每一個工作人員的努力 在現代金昌魚莫得日本人愛戴 全國的壽司店和超級市場都可以找到金昌魚的蹤影 相信部分觀眾曾經聽過 在古時日本人是不會吃金昌魚 認為這是下等魚 這個說法沒錯 在這裡看看金昌魚地位的變遷 在成文時代的遺跡裡已經發現金昌魚骨 大概是幾千年前的事 現在千多年前的古籍《古事記》和《萬葉集》裡 可以找到金昌魚的記載 不過當時不是叫做馬咕羅 而是叫做Shibi 在日文裡Shibi和死日是相同發音 所以直到改稱為馬咕羅的江湖時代前後為止 無論魚肉品質如何 很多人都不喜歡金昌魚 江湖時代釀製和發酵技術有了進步 高品質而且廉價的豉油和粗面細 醋是製造江戶前售握壽司必須的調味料 而豉油有防腐的作用 將金昌魚以豉油醃製的話 就算製冰和冷冬技術不足 都可以某程度上減慢金昌魚變壞的速度 金昌魚原本就是容易腐壞的食物 上岸之後就要即時處理和食用 難以流通去到遠離漁港的地方 在江湖時代 江湖以南伊豆半島附近的浸河灣 可以捕捉到金昌魚 上岸之後運到到江湖的魚市場販賣 不知道是何時開始 有人將魚眼和魚身情黑色的Shibi 改稱為馬咕羅 馬咕羅這個名有眼情黑色或者全身黑色的意思 就因此因忌諱而不吃金昌魚的人就漸漸減少 而人們吃過以豉油醃製金昌魚而做的壽司 發現了金昌魚是美味的海鮮 日本人在江湖時代開始接受和愛想吃金昌魚 來現在只有200至300年的歷史 之後到了超和時代 鮑魚技術有突破 魚群探測器提高了鮑魚效率 另一方面 物流也有突破 貫通全國的高速公路相繼落城和通車 在漁港上岸的金昌魚 可以在短時間內運到大城市 鮑魚技術、冷凍設備、交通配套 大幅度提高了金昌魚的供應效率 令金昌魚流通全國 配合1980年代相降和牛宣傳的成功 很多人接受比較肥美的牛肉 而以往紅肉比較受歡迎的金昌魚 需求就起了變化 具有和和牛相似相降脂肪的金昌魚腩 開始獲得很多人接受 甚至一躍成為高級食材 現在金昌魚腩、拖羅、售價都比紅肉貴 是多得和牛帶動了吃相降脂肪肉類的文化 這300年內 江戶前售握壽司誕生 科技進步、飲食文化起了變化 在各種環境變化之下 金昌魚由一問不值的下等魚 升級為獲全國和全世界外帶的常見食用魚 配合之前推出的壽司特輯和回轉壽司特輯 可以更加立體地了解相關的日本飲食文化 近年黑金昌魚的數量大幅度減少 1960年代全世界的乘魚資源量大約有16萬噸 過了50年的2010年減少到只有1萬噸 減少幅度驚人 令人擔心在不久的將來 黑金昌魚會絕種 之後就無法再次品嘗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為了防止進一步減少 在2014年將黑金昌魚列入三個滅絕危機等級 風險最低的異類也稱為異危 如果全世界都用逐條釣方式的話 應該很難將黑金昌魚釣盡 逐條釣方式是效率極低的捕捉金昌魚方法 其實全世界不少地方都會以圍網方式捕魚 即是以兩艘以上的漁船拖著大型漁網作包圍方式 將大範圍的魚一網打盡 這種方法效率很高 一次可以捕捉到上千上萬的海產 但亦有缺點 困在網裡的魚會驚慌而發瘋地亂游 拉起網時在底部的魚會受壓而餘身受損 以維網方式捕捉黑金昌魚 難以保持魚肉品質 例如會出現魚肉燒傷的情況 另外趕不及一次過處理大量金昌魚 亦是難以防止品質變差的原因之一 還有維網裡可能有未成年的魚 在撈起時難以放流 導致魚量逐漸減少 因為各國採用這個方法捕捉黑金昌魚 所以令魚量大幅度減少 著名出產黑金昌魚的鳥取縣景港 在1980年代起在魚獲較少的夏天 開始以維網方式捕捉黑金昌魚 來增加收入 當然上岸的魚獲品質參差 魚夫只好以低價出售 甚至有部分未能出售 大量劣質黑金昌魚就是這樣流通市面 不過魚夫的收入沒有怎樣增加 未成年的魚都被一望打盡 98%被捕捉的金昌魚是一次都沒有產卵的鱸魚 另外在景港附近被捕捉的黑金昌魚 有一部分是為了產卵而集中在附近海域 但在產卵之前被捕獲 以上種種情況令魚量急速減少 世界各國制定魚獲上限 來解決黑金昌魚減少問題 結果在被列入異危的11年後 在2021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將保護等級降為一級的準頻危物種 這亦代表黑金昌魚數量有回復傾向 但資源枯捷的嚴重情況仍然持續 賦予繼續進行保護活動 不少先進國家在1980年代左右 以漁夫單位設定魚獲上限 而放棄以國家整體來設定上限 以國家整體設定上限的話 漁夫就會以先道先得的形式 正先搶候捕魚 不管是否當做 亦不會理會幼魚或未產卵的魚 這個方式稱為奧林匹克方式 而以漁夫單位設定魚獲上限的 就叫做IQ方式 而漁獲限額可以轉手的就稱為ITQ方式 挪威、冰島、美國、紐西蘭等國家 已經長期採用IQ或ITQ方式 漁夫不需要爭先捕魚 可以計劃善用限額捕捉可以賣高價的魚 這樣漁夫就會積極在當做時捕魚 沒有理由捕捉鱿魚 但日本仍然採用奧林匹克方式 政府將限額分配給各個道都府縣 漁夫要爭先捕魚 往往在不當做時都要出海 先發制人來確保收入 在捕魚的時候捕捉鱿魚的話 就會在埋岸前將鱿魚棄置 但不一定是放流 因為有些鱿魚已經反雲伐術 這樣做就不會佔用限額 但對恢復魚量沒有任何幫助 這個主題等日後詳細講解 總之日本現在在保護海洋資源 仍然落後於其他先進國家 但世界上七成黑金槍魚都是在日本被消費 日本人懂得品嘗黑金槍魚 也將品嘗方法宣揚到世界國地 希望日本可以盡一分力 改善捕魚限制 給下一代有機會品嘗美味的黑金槍魚 我現在達成了10萬訂閱 之前我宣布了邁向10萬訂閱 會主辦最深日本之旅 當時推出了京都 例如南山、清水寺、幼稚園等等地方 之後我加到可以去大阪城和日本橋 有興趣想深入由金澤 或者由京都或者由大阪的 不如去網頁看看詳情 希望喜歡看最深日本影片的觀眾 可以課金給我 幫助我可以拍更多更好的影片 課金有幾個方法 有PayMe 香港觀眾可以用這個 還有PayPal 駐歐美的觀眾就很方便 PayMe和PayPal 金額是任意 看完每一條影片覺得好看的話 每個觀眾課金少少 加起來的話對我的支持就很大 而之後就是PayTron 這個是每個月自動課金一定的金額 長期支持PayTron的最好 我也是最開心 而最後以上三種方法都不對的話 就可以選擇Youtube的Membership 因為Youtube會收三成的手續費 所以我推薦以上三個方法 就是PayMe、PayPal和PayTron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和式貪狗系列 PayTron